女人有婚外情后,婚姻生活中这三点很明显,男人要格外留意变化 时代不断的进步,现在的思想比以前变得更加开放 但也有很多人觉得女人一定要遵守妇道,不要轻易跟男人出轨 但实际情况没有想得那么理想,她们跟男人一样都希望从外界寻找刺激 当遇见之后,生活里面很多的举动都会变得特别奇怪 如果你的妻子有下面这些表现,你一定要多多留意 一,女人出轨之后变得会不懂浪漫,不再拥有少女心 面对感情,女人跟男人是一样的 越爱一个人的时候,很希望把自己变得非常美好 并不是为了全身心的迎合对方,让自己变得更好 让双方感情变得更加密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夫妻生活也是这个样子 有时候女人为了营造一种浪漫的氛围,她会愿意花时间和精力 当女人出轨之后,自己的内心拥有第二个男人 对自己的老公就没有那么热情,更不愿意对对方准备一些浪漫的场景 不管年龄是大是小,每个女孩子的内心都像小女生一样 特别脆弱,非常温柔 面对自己内心喜欢的人,她才会轻易的表露出来 她像刚恋爱的时候,当你发现自己的女人变得特别成熟 不会像小女生一样的时候,一定要当心 二,女人出轨之后会变得神情呆子,比较盲目 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感情特别好 在相处的时候,过夫妻生活也是非常理想,也会特别放松 如果女人非常爱你,她很希望你一直出现在她的视线里面 当她出轨之后跟她亲热的时候,相对会变得冷漠很多 就算潜意识里面不是刻意表现出来的 但是也能证明自己的想法 老人跟我们说过很多次 女人喜欢你的时候,她看你的眼睛里面都冒着光 虽然这些话听起来有点夸张,但现实情况就是女孩子很喜欢你 会一直盯着你看 在性生活的时候,她会一直盯着你 如果有一天,她连你在哪里从来都不在意 现在神情比较呆板的时候,就意味着她已经出轨了 你们的感情走向了破裂 三,女人出轨后,夫妻生活不再那么主动 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只有爱才会过夫妻生活 爱情包括很多方面 在性格方面,彼此能够聊得来,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在肉体上面互相吸引 只要感情上好,女人都会主动一些 她也很希望另一半给她关怀 等发现自己妻子不再主动讨好的时候 说明她的心里面还有别人 当自己的爱人提出要求的时候 她从来不懂得拒绝,也不会主动 等女人出轨之后 只会把夫妻生活当成一种任务 应付自己的老公 而不是出于自己真实想要 其实女人出轨之后还有很多细节能够看得出来 但是我还是希望提醒大家 因为爱就一定要好好珍惜 不要贪图斥挤 而忽略了家庭的责任 你们是怎么看待女人出轨的 女人出轨之后还有哪些表现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哟 ствен特别人 глав部分 跟她开玩择 第一 벽 在失明 全 数 嗯 别 technology